大家好,欢迎收看狗马给慈悲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星期一,我是Mike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 在最近走势强劲的澳元和走势相对比较弱的英镑 到底他们还能持续多久 那么我们知道,关心疫情的朋友都知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包括了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特别是欧洲方面,疫情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即便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 美国股市却在过去的几个月之内呢,是连续创出历史新高 那像这个澳洲也是一样,即便是和中国目前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 多种产品是上了贸易的名单 但是,这也并没有阻止到澳元连创新高 目前和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过去三年以来的最高下 但是,并非所有的国家,或者说所有的货币都是这么强劲 那么同样对比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欧洲,尤其是英国 它的货币走势,以及它的股市走势 却远没有像美国或者像澳洲这么好 那么按理说,我们知道呢,英国的疫情虽然现在很严重 但是和美国相比呢,应该说也是半斤八两 但是为什么英国的英镑走势,以及英国股市的走势 现在却一直这么差 也许大家会考虑到很多原因 第一就是呢,英国不仅仅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它还面临着一个脱欧的问题 也许脱欧之后会有大量的资金和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欧洲大陆地区 或者呢,大家会担心英国的疫情目前依然没有控制住 加上它现在呢,有变种病毒 因此呢,它的扩散的速度会大大增加 那如果我们从每万人的平均感染率来说 现在英国应该说是发达国家中疫情感染最严重的一个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问过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如果是自己问一下自己 你觉得在未来的6到12个月时间里 英国的情况,包括它的政治 或者是经济,包括它的综合国力 会因为这次的疫情而完全崩溃 或者是越来越差吗 还是你觉得 在现在已经是两个疫苗开始普及 逐步普及的基础之上 英国的疫情在未来6到12个月之内 会逐步好转 那我想呢,绝大波幅呢,朋友们都会认为呢 虽然说现在的问题很严重 但是,在6到12个月时间之内 英国最终将会逐步恢复 那如果你觉得 英国会逐步恢复的话 那毫无疑问的是 那他们的股市和他们现在英镑的走势 在目前的价格 对比上法国 对比上德国 对比上美国 就出现了一个价值的挖地 那当通常来说呢 当价值挖地出现的时候 这个资金就会像海水一样 把这个缺口给补上 一直补到呢 跟旁边同类产品 价格相仿 才会停下来 我个人认为呢 英国股市的走势 包括英镑的走势 在未来到底是涨还是跌 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时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 结果不是问题 时间才是问题 那如果你也是这么觉得 英国最终会变好 英国不会崩溃 那么他们的英镑 那么他们的英国的这个 股票走 股指大盘 也最终会随着疫情的好转 而逐步好转 那么目前由于英国是发达国家中 下跌最多而反弹最慢的一个 因此我认为 现在对比上美国 对比上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英镑和英国的股票大盘 是一个价值挖地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来说一说澳元 我们知道澳洲的这个关系 跟中国呢 在2020年到现在一直不太好 各种产品呢 是相继上了贸易清单的名单 但是刚才说到的是呢 并没有阻止到澳元的持续上涨 澳元和美元的价格最高 现在已经达到了0.78的价格 很多朋友们在问这澳元呢 会不会跟这个我们知道跟十年前一样 或者说呢 它已经被高估了 毕竟我们知道呢 一个国家的货币 它的长期价值是和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所相关的吧 那个人大家认为 澳洲对比美国 它的综合国力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 即便是澳元某几个月 某半年强劲 但是从长期来看 只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和军事霸主地位没有改变 那我本人认为 澳大利亚货币的价值和美元货币的价值依然不可同日而日 换句话说 它们一比一的关系是不成立的 所以就算是澳元到了0.8 到了0.9 我个人认为它上涨的空间会非常有限 但是它下跌的可能性将会不断放大 所以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大家看到澳元和美元的会计达到0.9 甚至于1.1 那么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做 至少我本人会大力的全仓看空澳元 因为从长期来看 澳大利亚的综合国力是不可能超越美国的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大趋势和长期趋势的一个基本把握 以上就是今天的热门话题 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电话是038658 0602或者是038658 0603 欢迎收看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